是這間房間 Max,為什麼我們會來這裡? Rebecca,我不知道怎麼可以報答你 不用了 我很感謝你,一直以來替我做這場戲欺騙媽媽 我才可以今天來到這裡 讓我心愛的Janny 我也是看著你之前送了這麼多名牌袋給我 我才幫你 公主Janny,我先來2046號房間 你找到她了? 我一直有發電郵給她 對,不過她還沒回覆 你知道她今天會來嗎? 我今天約定了她在這裡等 為什麼你越說越不明白? 因為媽媽之前經常逼我 和Janny快點生小孩 所以媽媽誇張得預訂好很多漂亮的酒店 方便我和Janny有需要的時候就… 是否很有感覺? 那…不是很棒嗎? 是呀,很棒 我已經和她做了很多刺激的事 Max,其實你和Janny之前的事 是不需要跟我說得這麼詳細的 你說重點就行了 重點就是 Janny不是那麼喜歡媽媽預訂的酒店 她說覺得悶 所以她知道有這間氣魄狀的情趣酒店 她說如果她來香港開分店的話 就要第一時間預約來試試 就是今天,我約好她了 所以這間酒店今天開張 你就預約了我房間等Janny來 我已經傳了電郵和訊息給她 她今天一定會來 那我也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 是呀,祝你好運 謝謝你,我一定會記得 你幫我所有的事 謝謝 Janny 先生,你已經過了檢查時間 我們這幾天的房間已經被客人預約了 就算你有多少錢,我也幫不了你 但是我還沒等到我太太 我也沒辦法,請你離開 不要騷擾其他客人 對 Max 怎麼了? Max,你的電話沒電,就去家了 還約我來這裡 我不敢逃跑 是, 萬一Janny今天來, 她會找不到我 我發給她的電郵和訊息 她讀也沒讀過, 再發 看來她還是收不到你的通知 既然你們過了約定的時間 無謂再等下去吧 不行, 萬一Janny來到這裡不見我 她會很傷心的 是…是不是嚇死你了? 我不是這麼隨便的女人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拜託你鑽重點 糟了, 我們站著 人們會不會以為我們離開房子 不行…你被人認出的話 傳到達龍山那裡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她解釋 走吧 不行, 我走了的話 Janny來到怎麼辦? 要不我跟酒店的人說 好, 如果Janny來到的話 我叫酒店再通知你 不要來這裡, 走吧, 麻煩你 走吧 你先吃點東西吧 你又不吃東西, 又不去廁所 這樣等法哪裡是辦法的 如果Janny真的沒看過你的訊息 和電郵的話 她根本就不知道這間酒店開張 我也有這個同感 所以唯一一個可能就是 她根本不知道在外國還沒回來 你這樣想就對了 不要再在酒店等她了 先吃點東西吧 對了, 我看到Janny還在更新社交平台 她還有留意我 你又知道她留意你? 她過你的帖子嗎? 我上次踩完鋼線之後 Janny出了一個笑女的祈禱的照片 很明顯, 還有關心我 只有這張照片? 那她有沒有出過別的帖子嗎? 那倒沒有 這張帖子是她走了之後的唯一一個帖子 可能是這麼巧合 或者照片有別的意思呢? 沒有…沒有這麼巧合 她一定還在關心我 聽你這麼說 上次很多外國傳媒 報導你踩鋼線這件事 那Janny在外國才留意到 但是這次在香港這間酒店開幕 這麼小事, 我覺得她不知道 你分析得挺對的 幸好你告訴我 那就是我要做一些 可以令國際傳媒會報導的事 才可以引起Janny的注意 你想做什麼? 我要, 破世界紀錄 我要做一些可以轟動國際的創舉 那Janny才知道我在等她 我問過電視台的人 說今年歡樂滿國華沒有跳舞環節 爸爸, 沒得讓你表演新手 算是雷公他幸運了 試問他又怎麼可能贏到爸爸 偶然燒雲舉 我打聽過了 雷公那邊暫時沒有任何表演項目 可能之前被歷史破了 踩鋼線紀錄之後, 沒了心 既然雷公不做事 那我們也不用這麼罰 捐錢看表演可以了 爸爸 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 爸爸, 今年的歡樂滿國華 我想代表接龍集團 徒手挑戰爬威龍大廈 大哥, 你不用浪費力氣了 今年雷公不參加 我們不用跟他鬥了 我不是要跟他鬥 我是想挑戰自己 徒手爬大廈的危險? 你行不行? 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小子只有一條而已 你省一點力氣了 等雷公下次拿位的時候 你才再出場 爸爸, 其實就是我想藉著 這次的機會 宣傳威龍百貨的運動王牌產品 救你命七千, 安全爬山繩 一來我們就真的可以做善事 二來又可以宣傳這個品牌 是不是很好呢? 有幾個想法 但是你真的這麼有信心? 有信心? 爸爸, 我上次都沒有令你失望 這次都不會 那好吧, 那你儘管準備了 好, 沒事, 沒事, 沒事… 可以繼續, 應堅持 你練得全身傷了 麻煩你 你叫我來這裡, 怎麼了? 我幫你開 我問過了 我這次爬大廈會全球華人電視台 做直播的 事前也會在網上做足宣傳 Janny這次不會不知道的 我也希望你可以見到Janny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 他未必會有什麼回應 如果他沒有回應的話 我下次就跳國金 再不然我就去青馬大橋那裡 跳噴豬針 開電單車飛越維多利亞港 再不然我就衝出國際 去跳大瀑布, 去跳杜拜塔 好, 你就真的不相信 Janny會選人生, 不理我 你這樣做, 真是用自己的命來交票 我為了要打動他, 打動Janny 我什麼都會做的 是啊, 我知道我現在怎樣勸你 都沒用了 不過你記住 所有事都要做出安全措施 不然有什麼事的話 Janny回來也無法接受 我一天沒見到Janny 我一天都不會讓自己有事 我現在… Max 二太太, 你怎麼在這裡? 媽媽, 為什麼你會來? 這麼危險的事, 你幹嘛要做? 上次你為了Janny就踩鋼士 現在你也有新歡 你是不是還沒忘記那肥胖? Max不是這麼想的 是呀, 媽媽 其實我這次這樣做 是為了你和Rebecca Rebecca, 上次我替爸爸拿到威 你也看到爸爸多麼開心 所以我就決定再下一城 說不定爸爸馬上給我一個行政 到時候你和Rebecca在農家 就會更有地位 有其他辦法嗎? 你知不知道徒手攀牆很危險的 所以我就來這裡特訓 而且到時候我會做捉死安全措施 放心, 媽媽, 堅持懷著你上旨上旨 堅持 好, 今天就是西龍山 徒手爬上威龍大廈的大日子 相信大家都很緊張和很期待 而我們慌張西莫 再次邀請到屁像學家雷達先生 來跟我們說說今天的天氣情況 會否影響到西龍山爬這個威龍大廈 今天的天氣很不穩定 會翻風, 又下雨, 還好潮濕 下雨要收拾 西龍山, 想問一下 其實今天天氣狀況 會否考慮一下改期 甚至是放棄這次爬牆 我不會放棄的 我這次是為了我最深愛的家人 去做這個紀錄 我知道你現在是在電視機面前 看著我 我很想你知道 你的鼓勵會令我不放棄 繼續堅持下去 這個臭小子說的家人是… 很明顯是在說大龍山你呢 只是拆鞋 如果有個男人敢餵我 我短紀念命也會餵我 我不可以失手 令Janny失望 別怕, 你可以的 Max為了幫大龍山拿威 真的什麼都肯做 靜的死寵 又說為宣傳 這麼沒機會 也不懂得掃破我們接龍條安全聖 不是 是 我這一街上的情況突然變得好 我來到很大風 我連站也站不穩 我身上要向前踢 或者是滑大腰 才能把腳抓住 我才能站住 這次打完後面的時候 可以這麼緊張嗎 這隻龍山在上面的情況如何 李龍山, 你在上面的情況如何 再來 為什麼一陣子翻入了什麼 你是不是脫了什麼 安全聖的是不是脫了 好, 姜緯哥為人救了我 怎麼了? 他現在爬這麼高 還有誰能救他 他去哪兒, 想去救律師? 你別人, 你以為你真的會地出場 對, 我只會到當時 也不會爬大客 不可以像上次那樣 被他喊著繩 你嘗試做過什麼危險的事 姐姐不知道嗎? 別說這些, 看看我怎麼辦 你死吧 現在小狼山扣回安全死後 我繼續向著天堂進發 加油, 小狼山 小狼山, 加油 加油… 小狼山, 加油 小狼山 怎麼這麼趕? 我們趕著看小狼山扣回大廈 現在每個人都在初戀咖啡廳的直播 做事這麼早, 有什麼好看? 你不看, 我們自己看, 再見 琳姐, 你這個時候開槍 我差點被你害死 對不起… 小狼山的頭部受到嚴重撞擊 令到他腦部有輕微的腦水腫 這種情況最壞的打算 是要幫他做開腦手術 Mess, 你聽不聽媽媽說話? 韋哥, 你也不說話, 切開他吧 歷史, 起來, 接龍很騷擾你 爸爸還給你一個行政總裁 起來… 起來 起床了 火燭, 你幹什麼? 我打算撤擊一下他叫醒他 你真是… 哥哥, 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害怕的, 讓我拿來嚇你 他懂得回答你就起床了 你是不是很害怕 我搶了你的行政總裁, 我還給你 不如這樣 爸爸, 我試過用針灸針繩紅上線 我再幫歷史針灸一次, 好嗎? 你千萬不要 是呀, 為何要你借椅子針死我兒子 他這麼痛, 我沒說過 幸好你那天被他安全繩救了你一命 我告訴你, 全因為你 我們接龍代理的攀山安全繩 訂單的聲音升 你有沒有人性?這時候還說生意 我打算說些話來刺激他 他沒反應就是沒用 不如大家這樣吧 這幾天過來再探望細龍先生的時候 儘量多跟他說些話, 刺激一下他 現在最好讓他多休息 就這樣吧, 我們不要碎他了 明天再來一次 你們先走吧, 我想陪著麥克風 我先走了 二太太, Max他現在怎麼樣? 醫生說要刺激他求生意志 你是他女朋友, 你最了解他 你跟他說多點話 你無論如何都要叫醒他 我儘管嘗試一下 Max, 起床吧, Max 無緣無故要我檢查Janny 有沒有上網呢? 再見 細龍先生現在昏迷在醫院 我打算看看Janny在哪裡 叫他回來刺激一下他 細龍先生之前這麼愛他 這個方法也可能會有效 不過我猜不到 你和細龍先生這麼友善嗎? 這麼為他? 畢竟大家都是一場同事 但是這件事你… 行了, 不會跟別人說的 不過要檢查Janny 有沒有上網, 有點難度 可以試試檢查 他有沒有訊號過自己的社交平台 再見 有了 他其實保持住 也有鎖入鎖入鎖入的社交平台 只是沒有做任何回應 那他現在是在香港還是在外國? 這層因為他用VPN照片 所以就查不到 盡力了, 再見 謝謝 就是Janny一直都知道細龍先生在找他 二太太, 我到了 我到了, 你和大龍先生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是呀, 現在病房沒有人在 記住, 和他多聊聊天 我會的 這麼胖, 怎麼穿這麼緊的衣服呢? 是呀 胖女人? 不, 難道是Janny? Janny, 你終於回來了嗎? Debecca? Harry? 你來探望阿哥嗎? 其實公司有很多同事都關心石龍先生 我看見我今天有時間代表他們來看他 你真是有心 為什麼你會穿成這樣? 我剛才在拍戲, 趁方飯趕來探望阿哥 所以就沒時間卸妝和換戲服 我還以為Janny回來了 我像嫂子嗎? 醫生, 為什麼我和阿哥說話 他沒有反應? 可能病人的求生意志太低 再這樣拖下去也挺難醒得回來 還是那句話, 暫時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盡力刺激一下他 Janny 是J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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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Janny的香水 你終於肯回來了 Janny Janny 阿哥 阿哥, 不會是病人嗎? 他真的在我身邊, 阿哥 你怎麼好像瘦了一樣呢? 讓我看看 謝謝… 阿叔, 你先躺下 阿哥 阿哥 飛揚, 你看, 先讓我檢查 放心點, 儘量放鬆, 對 你這次嚇死媽媽了, 你幸運 你這麼高跌下來也沒事 昏迷了兩天就醒了 你知道這兩天多了Rebecca照顧你嗎 對,Rebecca是很好的 其實我也沒什麼特別做過 為什麼你們兩個這麼生寶? 我知道了, 你們當然有很多事要談 我懂得做的, 我去餐廳喝一杯 Rebecca, 我很感謝你 一直以來在媽媽面前裝我女朋友 等你好好, 你要找個機會 跟她說清楚這件事 放心吧, 我會找機會的 現在你笑得很好, 我都放心回來了 Rebecca, 我這次能醒來是因為Janny 是嗎? Janny呢, 她有來探望過我 醫生也說因為她來探望我 刺激過我才能醒來 她真的還是很緊張我 沒有的, 不過可能她還沒接受到 之前爸爸騙過爸爸的事 所以她一見我醒了就馬上走了 那就好, 如果Janny來的話 就是證明她還愛你 我有信心 好嗎?Janny呢, 一定, 終有一天 會回來我的身邊 Operator is my phone working I ain't had a message from my baby in at least two days Did you cut it off I forget to pay my bill or is it some sort of mistake I know my man is loving me I know he's thinking of me I can't believe he knew me this way Operator is my phone working I need him to get through the day Two weeks ago He was loving me Letting me know that he was all mine I love to call my own Operator Operator